怎麼辦 我覺得我做比較好吃耶 嗨 我是這邊 相信大家都知道 Costco其中一個最熱賣的甜點就是 芒果奶酪 然後我其實也是會做奶酪的 並且我對我自己做奶酪也是相當有自信 所以今天就要來教大家如何 神還原Costco的芒果奶酪 順便看看自己在家裡做有沒有比較划算 好 那我們就 いきましょう 來吧 Costco有很多水 是因為好像有加芒果糖漿 但是因為我就是覺得好像不太健康 雖然很想要還原那一模一樣 或是我就沒有加有的沒的 先來試吃Costco的 Costco有很多水 加在一起吃 換下一個 這一個是我做的 加在一起的 怎麼辦 我覺得我做比較好吃耶 哪一種重點我覺得就是它的奶味還有它的口感 我的超級綿密 然後奶香很重 Costco的還是比較吉利丁感 芒果的口感我也覺得不一樣 Costco的芒果比較偏軟 就可能還是蠻熟了才切 我芒果就是很新鮮 怎麼辦 我這樣比較好吃耶 還是我去賣芒果奶酪 好的奶酪加上好的芒果就是這樣 怎麼辦 自己變成最夸欸 Costco奶酪我再給你一個機會 相比之下它的真的就是太固體感 吉利丁加的比較多 Costco奶酪在奶酪界也算是好吃的 而且它超級便宜 一個才29點多塊 就不到30塊 然後我這次這樣子平均算下來 3.38塊左右 這奶酪跟可能跟這個都不一樣 這比較紮實 帶點布丁 對 它快要變布丁 這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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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耶 大成功 所以就是神還原Costco奶酪的企劃 大成功 自己覺得大成功 喜歡影片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 喜歡吃奶酪 喜歡做甜點 喜歡在家裡自己料理的朋友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 掰掰 你不能吃 你不能吃 看看就好了 你不能吃 你不能吃 好歪 好歪 好笑 不舒服 沒有錯 我很喜歡 不舒服 我應該先吃 不舒服 誰不舒服 是嗎 不舒服 你不舒服 你不舒服